好,那么台湾土地开发公司27号就宣布 为在花莲的新天堂乐园抬开新农场 将在12月15号续暂停营业 那么这座占地14公顷的休闲农场 目前仍有饲养许多动物以及蟹鸟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也相当关心这些蟹鸟的确项 未来也会持续关注开新农场后续的安置计划 2010年向国军退出一关兵退补会 台东农场承租土地改善农场景观承租后 台东农场与台开公司签订6年的合约 经营种植农作物与生态池改善地貌 兴建马场等景观美化工程 2017年起满后由台开独自微运至今 不过今年12月15日将暂停营业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也相当关心 目前的农场内请了未来的安置计划 那我们大概是有看到媒体报载 就是说我们花莲的台南农场这边 大概预计即将要结束营业 那大概部分我们也关心动物 农场里面的一个动物做状况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请 就是我们同仁这边发文给业者 请他们务必要依据依法 来做一个善待动物照顾的一个责任 如果说后续 那如果农场这边也要针对这个农场的一些动物 要来做安置 我们也尊重业者的一个决定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业者 请他们好好的善待动物 也要做后续好好的妥事的一致 台开公司也指出 农场的人事动物以及基础设施维护成本持续累计 农场没有收入门票 仅有贩售动物的饲料等 难以达到收支平衡 决定在12月15日停止对外开放 并将土地交还退府会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